中文字幕——YK 不能软弱求和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日本、专题、大阪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 两名被中国不当拘捕的加拿大人的安危是最重要的问题 他已经向习近平主席当面提到此事 我们非常重视两名加拿大人的情况 我认为有机会与习主席就此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让中国尽快能释放两人 去年12月加拿大拘捕中国华为、专题、公司首席财务长官孟晚舟后 中国随即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宁凯 和商人斯帕弗 加拿大政府在此次峰会上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求世界各国关注两人被中国不当拘留的问题 其力向中国施压 当被问及是否可以对中国也采取报复措施 特鲁多没有直接回应 又重述了国与国之间的对话是必要的 以及寻求盟友支持的重要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题、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到两名加拿大人被拘留的事情 他只说我们确实讨论华为的问题 但没有讨论孟晚舟情况 曾被中国拘捕点献住在加拿大的维权律师郭国厅表示 国际会议上的发声虽然是需要的 但还是要采取更强硬手段 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是流氓政府 只用拳头说话 不讲法治道理 所以加拿大政府要采取反制中国措施 例如冻结财产点限制签证等 他主张 要对在加拿大的中共贪官污吏和二奶等财产冻结 采取相应措施 加拿大最大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党领谢尔 Andrew Scheer说中国不断欺凌加拿大 又抓人点又限制贸易 他说 中国似乎认为可以随意踩过特鲁多的身上 反正不会有甚魔后果 我建议要回击 政府第一步可做的就是撤回对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银行的注资 因为这只是助长中国的气焰 郭国听说 中共政权现在是采取以托自觉来应对于美国的贸易战 好让自己获得喘息 美国点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应认清中国的真面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